大家好,我是阿力 那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 咱们买房子的时候 向开发商交了首付 这开发商都会给我们开一个首付款的收据 那等咱们从银行办理完购房贷款之后 还要拿这个收据去找开发商 换一个全款的发票 但是很多朋友认为 这个交完房款就等着办房证了 反正这个房子已经算是自己的了 这个购房发票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丢了也可能没事 不过阿力想提醒大家 这个购房发票建议大家还是要好好地保管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情况是必须要用到的很重要 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买房的时候 不是用的公积金贷款 而到后面你又想提取你的住房公积金 来还这个贷款的时候 就需要要到购房的发票了 由于这个住房公积金 它是专款专用的资金 只能用于咱们购买商品房或者租房 才能使用 所以你如果想提取这个公积金的时候呢 这个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呢 是需要你提供这个全额的购房发票 来证明你是确实买房了 而不是来套取这个公积金的资金的 所以如果说你不小心这个发票丢了 那想提取公积金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咱们买房之后 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户口给迁过来 尤其是外地人想在当地落户的 但是在办理落户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咱们来提供这个购房合同和这个购房发票的 所以你要是没有这个购房发票 可能落户都比较困难 那还有最后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咱们买房之后呢 不想住了或者想换房子 要把之前的这个房子呢 二手给卖掉 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购房发票啊 虽然你这个房屋买卖的过程 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办理这个转让手续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要多交5%到6%的税费 按照现在的房价 这也是不小的一笔钱啊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保管好这个购房发票 如果丢了 可能会真的给自己带来不太必要的这个麻烦 那么咱们在买房的时候 办理完相关的手续之后 那除了这个购房发票之外 还有哪些证件 也需要我们来好好保管呢 那如果这些阵线丢失了之后 要怎么办呢 阿丽给大家整理一篇这样的文章